清光绪二十九年 晚春的一天 压路江边的辽东重镇孤隆城外 乡间关道上驶来了一挂轻便的马车 车上坐的正是刚从京城放差而来的 新任孤隆城支县左建城 还有专门去州府迎接他来上任的县衙带师爷 这关道距压路江河道不远 前些天正值冰河解冻 压路江春水泛滥 关道上动了一冬的硬土路已经开化 变得泥泞不堪 坑坑洼洼极其难走 赶车的车夫不时跳下车来 摇摇赫赫地拉车拉马 尽管千小心万小心 周身上下也早已溅满泥浆 左支县何代失业 在车里饱受颠簸之苦 可遭了罪了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左支县撩开车帘向外看 马车正经过一片偌大的村镇 这村镇被关道分为两半 左边是广袤的田野 右边衣衫傍水 遍布丛林 田间和山下都坐落着大片的民宅 左支县扭头问戴师爷 这是什么所在 戴师爷忙回禀 大人 这是个满汉杂居的地方 叫二户村 什么 左支县一皱眉 本县上任的地方叫孤龙城 这个地方叫二户村 本县我是孤龙城外绵二户 不是不是 大人一县之尊 明知父母 初来乍到 地方民众怎敢故意在您面前示威 地名嘛 历史严格 这么叫过来的 与城乡差异无关 戴师爷忙说 左支县说 那此地为何叫二户村 戴师爷说 大人 您看这左边是汉人的庄子 右边是满人的屯子 您可别小瞧这二户村呀 此地民风强悍 也是孤龙城外 最大最具势力的一个村镇 两个人正牢着 呼听轰隆一声响 两个人的身子同时一栽歪 差点而没撞在一起 原来是车的右轮 陷进了一个大泥坑里 车厢立即一边高一边低 左轮高高地翘了起来 车夫急着一手拉僵 一手巴巴的挥边打马 圆马铁提扣地 怎奈却越正越打滑 右轮越陷越深 车厢越来越歪 眼看着就要翻倒 左支县和戴师爷 在车厢里手忙脚乱地往外爬 车夫边拉车打马 边破着嗓子的叫 老爷老爷 快出来呀 这车要翻 就在这火烧上房的时刻 就见关到右侧的一片林子里 跑出几条大汉 手里都拎着伐木的大腹 为首的一个扔下斧子 对车夫断贺道 快闭上你的乌鸦嘴 喊话间 人就已经窜到了车边 大汉毫无半点犹豫 一伸手就抓住了 右车轮的扶轴 双膀一叫立 喉咙里嗨的一声 竟把那车稳住了 随后赶来的几个汉子 纷纷上手 喊着耗子 声声把身线泥坑的 右车轮拔了出来 又向前猛推 车子出了泥坑 惊魂伏定的 左支线擦着冷汉说 多谢壮士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不想那为首的汉子 看也没看左支线一眼 伸出沾满泥浆的手 满不在乎的 在车夫肩上一拍 大母哥又向身后的 满人臀子方向一条说 伙计 以后不要动不动 就瞎喊乱叫的 二虎村 甭说有我们副八爷镇着 就是有我副九排在这儿 任他什么东西也翻不了 左支线让这大汉的话 搞得莫名其妙 心说这大汉 怎么叫这么个奇怪名字 副九排 正想问问 大汉已经呼哨一声 带着手下弟兄们拾起斧子 回林中伐木去了 马车又走了一阵儿 已经快出了二虎村的地界 孤龙城就摇摇在望了 车子偏偏又出了问题 左边车轮又陷进了一条岸沟里 和刚才的情况如出一辙 轮子越陷越深 车厢又歪歪倒倒的要翻 只不过这回的方向是向左侧 好在左支线和戴师爷 已经有了刚才的教训 没有过分慌乱 互相帮衬着爬出了车厢外 彼此搀扶着站在车帮子上 左支线一眼就看到 关到左侧的田野里 逃出来十多个提着锄头的农夫 左支线喜出望外 招手喊道 老乡们快过来帮忙扶车 谁料想那些农夫 听了左支线的喊声 反而站住了 都在那儿拄着锄头 嘻嘻哈哈地看热闹 左支线气恼地喝道 胆大刁民 还不快过来 没看车要翻了吗 车夫哭丧着脸叫道 老爷 别指望他们了 不行你们就跳车吧 跳车 左支线低头看看 自己身上崭新的官府 又看看下边污浊的泥沟 心里只打触 这要是跳下去准成了落汤鸡 我堂堂朝廷命官斯文扫地形象狼狈 成何体统 正在犹豫间 只见那农夫中的两个二十出头的精壮厚生 脚尖轻轻一点地 来了个燕子三抄水 刷刷几大步 刚见身形腾空而起 身影已轻盈地向江帆的车上落了下来 梁后生甩腕探手 牢牢抓住左支线和戴师爷的袍弹 一个汉地拔葱 将两个大货人轻轻拔起 脚点车帮一介力 人已纵出战鱼开外 在一个干爽些的地方落脚站顶 两个后生脸也不红 气也不缓 将左支线和戴师爷从容放下 相放下了一个不经意的物件一样 与此同时只听光当一声 车子轻翻 扣在了泥泞里 连鸳马也被带得卧了槽 那些农夫 连同那两个后生拍着手乐开了 特彩道 好好 翻得好 就该翻 左支线蹊跷生烟 你们这些刁民 是在玩弄本线吗 这是一个略年长一些的后生 站了出来 看长相比那两位显得文质彬彬 手握着一柄折扇 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 他听到了左支线的话 忙上前失礼道 原来是新任父母官道了 失敬 失敬 小可是二虎村汉庄庄主 上师签的长子上青 这是我二弟三弟上篮和尚臂 我们兄弟见过大老爷 左支线哼了一声 指着翻倒的马车问上青 你们刚才什么意思 袖手旁观又幸灾乐祸的 上青回道 大老爷出来避地 有些事情您还不知底细 弟兄们粗鲁 有什么冒犯的地方 还请大老爷多多海涵 上青说着 向两个弟弟使个眼色 二弟三弟 快回庄里迁两匹好马来 让大老爷乘了回城 上篮上臂应诺而去 上青又说 大老爷请放心 您的车我也会让人洗刷修整好了 送回城里去 功夫不大 上篮和张臂 迁回两匹安配齐全的高头骏马来 上青请左支线和代师爷上马 车夫在后边跟着 三个人费尽了周折 这才算回了孤隆城 左支线越想越觉得 今天这一路上的经历实在蹊跷 有心要向代师爷问问各种原委 代师爷却说这里边的事儿 一句两句可倒不清楚 今天天色已晚 大人一路周车劳顿 已早些安歇 有什么话明日再丙也不维持 左支线也确实劳乏了 久容代师爷告退 自己也早早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起床后吃过早饭的左支线 又向早早进衙的代师爷 问起昨日之事 代师爷却笑而不语 把话题岔开说今天天气甚好 云淡风轻 艳阳爽日 卑职陪大人外出踏青散散心 顺便也了解了解 咱这塞外辽东的风土人情如何 左支线不知代师爷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看他说得轻松 就点头鹰云了 代师爷随即令人牵出 昨日上市兄弟借的两匹骏马来 两个人出牙上了马 一路溜溜达达的出了城 沿着一路景色宜人的乡野风光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鸭路江边 代师爷请左支线在马上观赏江景 左支线放眼望去 果然是好一派大江 只见水阔江宽 春迅出气 滚滚波涛 水莫飞溅 如万马奔腾 汹涌咆哮着向东而去 江对岸就是高离国 苍茫可遍邻国 那千里江山的雄郡轮廓 左支线正在赞叹不已 代师爷忽然用马边 指着上游的一个地方 给他看 左支线只依稀望见 上游远处有很多人 正在匆匆忙忙地 用大粗绳往岸边拖着什么 左支线觉得奇怪 正在驱马凑近些 看得清楚 代师爷却一戴江绳 将马头拨向了 另一个方向 回头对他招着手说 大人 快走 晚了咱就赶不着好戏看了 左支线更疑惑了 看着代师爷 又扭头望往上游 忙碌的人群 揣着一肚子谜团 打马一边 跟着代师爷向下游跑去 沿岸跑了一盏茶的功夫 代师爷乐江下马 忙请左支线也下马 自己先把马牵得远一些拴好 说是别让一会儿的情景 把马惊了 左支线心里纳闷 什么样的惊险情景 竟能把这样的良体骏马良居 也给惊了 代师爷请左支线上前几步 指着江心给左支线看 左支线龙眼一望不要紧 吓了一大跳 只见水师到这里更湍急了 声音更响了 水流如箭 声如龙吟 又见江心耸立着一座大黑礁石 水流到这里贴着礁石一侧 形成了一个大漩涡 像一个龙卷风的大风口似的 水滴溜溜乱转 看着惊心 更惊心的是那礁石上 静英涛挺立着三条汉子 为首的正是昨日稳住马车的副酒牌 只见他双手高倾着一柄 八尺鱼长的五股钢叉 摒弃宁神紧盯着江水和漩涡 左支线正惊心着 呼听两边的汉子高呼一声 九哥 来了 与此同时戴师爷也叫了一声 来了 人们的眼睛一起向上游看 左支线也下意识地跟着众人扭头 只见从上游飘来一样东西 猛一看那东西个头不小 可在大江激流之中 却飘摇得像一片树叶一样 左支线刚刚辨认出那东西 原来是一架九根汤盘般粗细的原木 串绑在一起的木牌 说时迟那时快 木牌已飘到了漩涡进前 木牌被漩涡的水势一带 呼得立了起来 左支线的心也呼了一下 提到了嗓子眼儿 那木牌立着橡胶石撞去 其实和力量不亚于排山倒海 如果他翻转着各个砸在礁石上 势必把九根木头粉身碎骨地砸成千万块木片 如果他被波涛拖着向上飞 那就会直接把礁石上的三个人 削肉模糊地撞到爪哇国去 千军一发之际 副九牌大吼一声 来得好 双膀一晃 出手如电 蒸的一声 钢叉带着颤音钉在了木牌上 副九牌虎木圆征卧牢插柳 熊腰一扭 嘴里大叫一声 那将翻个木牌 净硬是被他用尽千斤之力 推着钢叉压回了水面 同时他顺着激流借力一划一送 那木牌乖乖地绕过了漩涡 继续向下游飘去 这时副九牌把叉柄握得更紧了 脚灯拾奉身体 向后养成了一张反背弓 再次和滔滔江水来了个借力拔力 又是争的一声 将钢叉从木牌上拔了下来 木牌飘走了 没影了 左支线看得惊心动魄 可随即又一架木牌来了 副九牌故技重施 仿佛眨眼功夫 三架木牌就被副九牌放了过去 副九牌大口喘息着 放下钢叉手一伸 拿酒来 左边汉子盲解下腰间的酒葫芦 递给副九牌 副九牌接过葫芦一仰博 一口气咕嘟嘟干了个底朝天 这功夫上游的木牌又下来了 副九牌扔下酒葫芦操气钢叉 钢叉三气三落 又是三架木牌放了过去 副九牌再次歇息片刻 喝了右边汉子递来的一葫芦酒 又将最后三架木牌放了过去 这时候的副九牌已经筋疲力尽了 戴师爷说 大人您都看见了吧 这家伙本名叫傅琴交 多年来他就是在这江上 两壶酒 酒驾牌 微名远镇江湖 人们已经觉得 他本名都不够威风了 傅九牌的大名 就是这么得来并传开的 左支箭感叹着说 怪不得师爷你说 这地方民风强悍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戴师爷笑笑说 这才哪到哪儿啊 不知大人可还有兴致吗 左支箭一听来了精神 怎么 还有好戏看吗 戴师爷一伸手 大人 您请 左支箭 戴师爷又上了马 离了江边不多时 就来到了二户村的汉人庄上 在一片打鼓场边下了马 打鼓场上一片欢腾 十几个光着上身的棒小伙儿 正练在信头上 有练力量的 板几梁上压着石墨盘做俯 我称 有练拳的 拳来脚去 呼呼声风 也有练器械的 将刀枪棍棒舞得眼花缭乱 胡听场上有人叫道 请二少给咱大伙儿 露一手觉得怎么样 众人立即响应 拍着巴掌 请二少也献意 叫声中一个后声 不慌不忙地走进场中 微微笑着 把长衫的钱底巾撩起来 往腰间一夜 背着手气定神贤地站定 左支线一看 正是昨日用燕子三抄水 从车上拎起自己的后声上篮 只听上篮说 猫子 听说最近你把那锁命三枪练得不错 今天我就来领教领教你这三枪吧 那个叫猫子的棒小伙儿 随手从兵器架上操起一条 两头都带枪间的划枪 走到上篮对面站定 上篮仍然闻思不动地背手站着 笑笑说 猫子 我不用双手只用腿脚接你三枪 只要你的枪能碰到我就算我输 来 出招吧 猫子叫了一声 二少得罪了 搜的一枪向上篮的小腹刺来 上篮看那枪间就要到跟前了 才不慌不忙地一扭腰 闪开枪间的同时双脚跳起 只用了十路弹腿中的一招 叫做玉女投缩 她的一声拥有脚的外脚被将枪踢开 猫子被荡开的枪带的身子一栽歪 忙用枪间煮了下地才站稳了 围观的人笑起来 猫子吻了吻神 双臂一甩抖了个抖大的枪花 枪间如怪莽出洞般 向上篮的心窝刺来 上篮上身微微一晃 右腿高高撩起往下一落 腿搭枪杆的同时 腿弯便牢牢将枪杆夹住 小腿顺势一绕 脚背将枪杆别死 这一招叫罗汉叠瞧 猫子抓着枪往后带了两下没带动 上篮已经压着枪杆借力腾空而起 左脚趴地点在猫子的前胸上 猫子撒手撇枪向后便倒 上篮却已落地站稳 围观的众人拍着巴掌叫起好来 上篮一脚把枪踢给猫子说 捡起来 还有最后一枪 猫子红着脸爬起来吐了下舌头 捡起枪叫了声看招 用尽全力使了一招金雕斗铃 枪尖掠着风声直奔上篮的咽喉 眼见枪尖到了咽喉处 上篮一个腾身被摔 枪刺空了 不带猫子撤枪 上篮高高翘起的双脚夹住枪杆 叫了声 撒手 猫子手中的枪就没了 上篮一个鲤鱼打挺的同时 又叫了声看枪 双脚一蹬 人起枪飞 猫子吓得一抱脑袋 来了个懒驴打滚 枪搜地从他身边飞了过去 争的一声钉在场边的一棵树上 枪杆颤巍巍地动着 再看上篮 仍旧背着手 笑咪咪地站着 好 观战多时的左支线再也安纳不住 鸡掌高声赞道 叫声惊动了场子里的人们 纷纷回头看 人群里又走出上清来 急忙上前给左支线施礼 老爷什么时候来的 涉地献丑 让老爷见笑了 快请到庄里坐吧 带师爷笑道 上大哨 我们给你还马来了 上清说 师爷说笑了 区区两匹牲口 九孝敬给父母官大老爷又有何妨 左支线却没在意他们的话 静止走到场子中 问道 山二壮士 你刚才的最后一招叫什么招式 上篮迟疑了一下 笑着答道 回老爷 叫 叫咸鱼翻身 左支线就像乍一听到 副酒牌的名字一样 又愣了 这么矫健而漂亮的招式 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 不料围观的庄户们一听 又熬的一声 喝起采来 好 好 好个咸鱼翻身 今年的五状怨 肯定非咱二少不可了 上清忙 喝止道 快住口 老爷面前 不得放肆 正说话间 忽见几个庄户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大嫂二少 不好了 三少和人打起来了 上清大惊 河水 在哪儿 庄户说 和满屯幸福的那帮人 在逍遥独馆 上清忙一拱手 老爷恕罪 便带着上篮和庄户们匆匆走了 左支县和戴师也奇怪地对视一眼 忙上马追了上去 孤龙城外和二虎村之间有个集市 集市上有个逍遥赌馆 平时总是赌客营门 生意红货 今天上币早早来到赌馆 女人赌起麻将牌来 她落座时抬眼一看 同桌其他三位赌客 都是二虎村满足屯里的父性人 上币也没在意 开始相安无事 到后来上币合了一把大牌 是个大满贯 上币把牌一推 得意地叫道 几位 对不住了 咱这是最高点数的牌 要翻二十番 没说的 每人二十两银子 拿钱来吧 谁料三位父性赌客 头也没抬眼也没睁 每人扔出一两银子 就接着麻起牌来了 上币的眼睛就瞪起来了 一把按住他们的手说 几位 怎么不懂规矩呀 三个人甩开上币的手说 啥规矩 我们爷儿们打牌 从来都是一个钉一个毛的 从来没听说过带翻翻的 上币不干了 逼着他们每人拿出二十两来 不然就不客气 三个人一起冷笑 梁夏里话不投机就掀了桌子 上币一个燕子翻身 就从赌管的二楼窗户 飞了出去 落到当街上 指着上边让三个赌客 下来说话 这三位也没含糊 操起板凳 就顺着楼梯杀了下去 上币一对三毫无巨色 拉开架势就要开打 上京上篮带人赶到 左支县和带失业也到了 左支县看到满足屯里的父亲人 也来了不少 为首的正是身上姜水还未干 拎着五股叉的附酒牌 上京盲问上币事情的缘由 左支县以为 上京和上兰上币不一样 看上去就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一定会劝解他兄弟 不料上京听上币一说 马上变了脸 用折扇指着父亲人说道 今天你们必须把二十番的银子 还给我兄弟 少一个子儿都休想 付酒牌一斗钢叉大笑道 就凭你们这几条咸鱼 你得问问我手里的叉 答应不答应 上篮手提花枪上前一步喝道 付酒牌 你想撒野吗 左支县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 上前大喝一声 你们想干什么 在本县面前 光天化日之下就要聚众斗殴 也太不把本县放在眼里了吧 上京沉吟了一下 止住了上兰和上币 对左支县说道 老爷 你也都看到了 是他们的人无礼在先 赖我兄弟的银子 小人相信老爷英明 日后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断 又指着付酒牌说 付酒牌 不是我们兄弟怕你 今天父母关大老爷在这里 我们不跟你一般见识 古语说得好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笔账我们早晚要和你算的 说完一百折扇 带着两个兄弟和本庄人走了 付酒牌不依不饶地在后边叫 有种的别走 九爷现在就跟你们算个清楚 左支县略带讥讽地说 付酒牌 你倒不嫌累啊 放了半天木牌 还有进而在这打架 左支县忽然脸一沉怒赤道 还不赶快带人退下 非要等本县叫不快来 请你到县衔里去喝斩茶吗 付酒牌还是有几分不服气 向上是兄弟远去的方向 瞪了几夜 对左支县行了个礼 信信地带着本屯人走了 左支县回到县衙 气哼哼地说 看这些人放牌演武 我原本以为 他们都是些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 没想到为了区区几两银子 也要舍命相争 真是可怜可笑至极 带师爷看着左支县的脸色说 大人 他们这样做 确实是事出有因的啊 左支县说 有什么因 对了 带师爷 从本官昨日来的一路上 就怪事不断 今天你又让本官 出城去看什么风土人情 结果又看到了这么几出 你说 这都是怎么回事 这鬼地方到底隐藏着什么 奇风怪俗 带师爷从怀里摸出两张请柬来 大人 请您先看看这个 这又是什么鬼画符 左支县没好气地说 不是鬼画符 带师爷陪着小心说 大人 这是二虎村汉庄的庄主上市签 和满屯头人复行证 分别给您的请柬 还在大人您没到任之前就送来了 都是想请您赴宴的 大人 解灵还需系灵人 只要您见过了他们 您心里的闷葫芦 自然就都能打破了 哦 左支县皱眉思索起来 这上市签和副行政 一个是上市三兄弟的父亲 一个就是副酒牌的义父 对他们 左支县还是略有耳闻的 在中府里左支县 就曾听谢任的前任支县说 二虎村的这两位满汉庄主头人 一向不合 有时甚至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要想治理好孤龙城 这方圆数百里地界 就必须要对二虎村 这满汉两大族性的领头人 恩为病逝 更要安抚好他们的关系 左支县微微一笑说 好吧 代师爷 就烦恼你派人之会 上市签和副行政一声 不用他们请我 明天老爷我做东社业 请他们前来副酒席 代师爷脸色一僵 大人 您是说 请他们二人一同赴宴 左支县说 是呀 又怎么了 代师爷面有难色 大人 这恐怕不行吧 这两个人一向形同水火 这要是坐到同一张桌上 万一互相瞅着不顺眼 岂不麻烦 我看还是分别设宴为好 左支县一摆手说 哪那么些啰嗦 本官行事一向光明磊落 难道请人吃个饭 还用躲东家藏西家的吗 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的中午 孤龙城里最大的清真酒楼 锦江山第一楼最好的雅间里 闷声不响地坐着四个人 这四个人 坐中央主位的是新任支县左建成 在下首座赔的是代师爷 客座上 左边这位有六十出头 精神健郎 右边这位约五十多岁 身材魁梧 正是二虎村的满汉当家人 赴行政和尚是谦 这两位分头接到了左支县邀请 满心高兴地 搁带随从一先以后来赴宴 等落了座才发现 对面竟然是自己的冤家对头 不由得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一腔欢喜进而烟消云散 互相谁也不看谁 来了个徐树进曹营 一言不发 左支县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不动声色地说 本县初来跪地 久闻二威是当地名流 在满汉两性中得高望重 今天本县略备水酒 与二威拔展相欢 还望二威日后多多辅助本县 为地方平安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而各尽心力 本县先谢过二威了 附上二威盲向左支县拱手称事 左支县叫一声 来呀 韭菜事后 店家伙计脚不沾地 穿梭一般把一样样韭菜端上来 不一会儿已是满桌山珍海味 水路必沉 左支县亲自拔展 上庄主 富头人 请请 富上二威虽然心里不快 但碍于父母官的面子 勉强举杯 请请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伙计拖着一只大大的雕金七盘 嘴里唱着菜鸣一溜风地跑进来 霸王过江来了 主客三人眼睛一亮 这霸王过江 可是锦江山第一楼里的特色招牌名菜 他取材于鸭鲁江里的一种特产江鱼 名叫霸王鱼 这种鱼其他任何水域里都没有 就是在鸭鲁江里也不多见 所以就是当地人 也不见得哪天想吃就有口福吃得到 这种鱼外表看来并不比别的鱼凶猛多少 也就二尺来长八寸鱼宽 但它一旦在江里游起来 别的鱼无论大小皆纷纷闪避 这种鱼的稀奇之处在它的本身 它不但肉质细腻无比 味道鲜美绝伦 身上更无多余的杂次 它的一根几两骨 从塞下笔直地贯通到鱼尾 主要的横骨却只有两根 一根在胸上 一根在腹下 两根横骨间 各有背鞋和腹鞋两根旗骨相连 把这副骨架完整地偷出来 就是一个龙飞凤舞的中字 当下左支线用筷子一支 三人略作千让 便品尝其美味的霸王过将来 不一会儿功夫 一条银白的清蒸大鱼就被吃光了一面 傅行政马上放下了筷子 不再吃一口 左支线和带师爷也放下筷子 矜持地边摸出手帕是嘴边 夸赞鱼味鲜美 唯独上市签好像还意犹未尽 兴致勃勃勃地伸筷子夹住鱼 嘴里面倒着 翻过来 吃了这面吃那面 说时吃那时快 傅行政一把抓起自己的筷子 他的压在上市签的筷子上 贺道不许翻 上市签用一用力 怒吼道 凭什么 我翻定了 负行正向下压 帮有帮归 幸福的吃鱼从来不许翻 上市签向上台 家有家法 心上的吃鱼就是要翻 他扒一生 四根筷子变成了八根 让他们俩一用力一起给别断了 盘子里鱼汤飞溅 再看那鱼 声声给拦腰扯成了两半 半条翻了过去 半条还被傅行政的断筷子死死压着没动 上市签咬牙切齿 傅行政脸色铁青 左支线大怒 正要斥责他们放肆 扑得背剑了一脸的鱼汤 带师爷刚想开口劝解 一箭暗器搜得向面门飞来 带师爷眼急嘴快 吭得一口咬住 原来不知是谁的半截筷子头 带师爷忙不迭 呸呸地吐出来 左支线重重地一拍桌子 你们这到底是搞得什么鬼名堂 带师爷劝解 大人息怒 大人息怒 左支线指着附上二位对待师爷说 我能息得了吗 本县好心请他们吃饭 他们却不时抬举 公然在本县面前 用筷子笔齐舞来了 好 你们既愿一笔 左姓就笔个你死我活 弄出人命来 再来公堂找本县几股告状好了 现在本县没兴趣奉陪了 说完左支线一甩袖子走了 带师爷一跺脚 说你说你们 真是的 忙也跟着跑了出去 夜里 左支线坐在县崖后堂 带师爷有些不安地坐在他对面 左支线说 带师爷 你不是说一见到上市签和负行证 就能打破闷葫芦了吗 可老爷我为什么现在打破了 不但没看明白他们葫芦里到底是什么样 反而被剑了一脸的鱼汤 带师爷扑得笑出声来 左支线唬着脸 别笑 给老爷严肃点 带师爷长叹了口气 大人 那我就给您讲一讲这二虎村的渊源吧 原来 这二虎村在早年 只是鸭绿江边的一个无名的小屯子 复兴的满族人世世代代都是这里的原住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这周边百里的原住满族人 就成了一林中伐木 江上放牌为生的牌帮了 每年的春夏秋 牌帮放出的木牌沿江而下 飘到下游的安东 宽殿 东港 甚至对岸的高黎国 严冬季节 他们再派出人去严路收钱 放牌是个苦活 可说是拿命来挣钱的行当 别的不说 鸭绿江汴江都是石礁险滩 木牌一旦撞到礁石上 或翻进险滩里 牌帮就会击飞弹打血本无归 辛苦和血汗都富之东流 所以牌帮里就必须要有 能将木牌在礁石和险滩前 稳住不翻的人 这样的人在牌帮里就叫木把 木把是牌帮里最有身份和地位的人 也是最危险的 直接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和死神博异的人 他们只要稍有不慎 不是被滔滔江水卷走 就是被冲翻过来的木牌砸中 多少年来 不知有多少当了木把的英雄好汉 弄潮于江中 到头来或连具尸首都找不着 或被砸得粉身碎骨 负行正是富士牌帮的第七代木把 他在盛年的时候 可以一口气连放八架木牌 威震压禄江畔 江湖上都尊称他富八爷 而他十余年前 收的这个一子富秦交 又清出于蓝 不知用多少次死里逃生 和浑身上下数不清的伤疤 才换来了富九牌的大名 牌帮里规矩甚多 其中最严厉的一条 就是帮中子弟 无论什么时候 也不许说出一个翻字 一切与翻有关系的 哪怕是带谐音的也不许说 比如翻书 他们说过书 睡觉翻身 他们说把身子划过来 一旦有人违规 平时倒好说 木把可从轻发落 只以棍棒严惩 要是敢在祭祖 或正放牌时胡说出来 那就坏了 木把有权结果其性命 陈师大将 让他的灵魂勇士不得超度 左支县听入了神 给代师爷争了杯茶 问道 那么汉族上兴又是怎么回事呢 代师爷喝了口茶 屡屡胡子继续讲下去 那还是在二百年前 康熙皇上的时候 皇上平定三藩 平熙往吴三贵 平南王上之信 靖南王耿京中 三支最大的藩阵势力 起兵造反 史称三藩之乱 康熙帝率兵亲征 平定了叛乱 三藩土崩瓦解 几十万将士一夜间 成了皇家的俘虏和罪人 皇上降旨 将三藩醉服悉数流放关外 几十万人拉家带口 扶老邪幼 就这样一路悲声地跋涉数千里 从阳光明媚的江南 来到冰天雪地的塞北 除了山海关 醉服们是走一路洒一路 都被官差们赶到荒芜人烟的 穷山旷野中 须吞田落户了 其中一支杏上的 就在这丫路江边落下了脚 对三藩余怒未熄的皇上 又降下旨来 凡三藩罪民 均剥夺户籍 生男为奴 生女为婢 八代不准返乡 永世不得录用 皇上特地放出狠话 三藩罪民若想出头 除非闲鱼翻身 可怜那些背井离乡的人 从此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 直到咸丰年间 朝廷法度才有所松动 皇帝降旨恩准 准许三藩子弟参加文武科考 高中文武举人者 可赐户籍并有后 补充任下等官职的机会 在任上能有突出政绩 或建立特殊功勋者 才有望特赦还乡 从咸丰特指降下的那天起 上市家族就开始习闻练武 这时候早已年身日久了 他们和官道对面的富士排帮 形成了满汉杂居的二户村 为了实现咸丰特指中的那些目标 他们学文学地入了魔 练武练得红了眼 他们开的学馆里 墙上一律贴帆子 两边还贴着对联 不为悬梁刺骨 只为咸与翻身 他们的练武场上 一律用绳子钓起一排寸把 长小咸鱼 练武的子弟 在十米开外背对绳子站好 拉开硬弓背翻身搜的一件 就必须将掉咸鱼的绳子射断 若是射不中 必会遭到庄主的一顿痛打 然后加倍伐练 向上加三少上臂 能在三十米外射断鱼绳 他二哥上篮更是了得 早已练就了五十米开外的翻身神剑 上师千年轻的时候曾中过五举 也当过游击千总的莫等五官 终于没什么战功而解甲归田 上师戴罪出关 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九代了 每天站在村头遥望南方 上师千发下誓言 一定要让上清中尚文状元 上篮中尚武状元 日后围观立下尾也书工 依了九代人夜落归根的夙愿 就为了这一个翻字 敷上两姓结下了师代的梁子 平素鸡犬相闻却不相往来 有时依次不合便引起泄斗 左支县与代师也彻夜无眠 一段渊源讲完 不觉已计较投变 东方欲小了 从那以后 左支县就特意多方用心 去改善附上两姓的关系 他常常借个种机会 把佛行政和尚 事千找到一起 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 都是为了家族的生存与兴旺 都是为了本宗本性的光荣与梦想 谁都不容易 理应相互理解 相互体谅 二虎村就像一个大家庭 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富九排在放牌时刮伤了腿 左支县亲自到上家上门求告 说服上市千 把祖传的金疮跌打滴秘方药 拿了出来 给富九排复制 富九排很快就痊愈了 而在当年开科大考中 上京终于高中殿是第二名 而且很快就被朝廷委任了官职 左支县雇了古月班子 特地邀来赴杭政同行 一路吹吹打打 一起来到汉庄上道贺 这些是在二虎村满汉两姓中 可都是几辈子从没有过的 不但在大事上处处协调 就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上 左支县也毫不马虎 他堂堂县太爷 甚至不惜屈尊亲临赌管 为满汉两姓的赌客们 改起赌归来 他说赌嘛 就是玩个乐呵和心跳 赢得开心尽兴 输得愿赌服输 一丁一卯不加倍的赌 肯定是不好玩 太死板了 不刺激嘛 但加倍能不能不叫加帆呢 依本县的意思 就叫加喜如何 合了牌就叫抬头见喜 两倍的牌就叫双喜临门 四倍的牌就叫四喜发财 八倍的牌就叫八面朝喜 左支县改的赌归 马上赢得了两姓赌客们的喝彩 皆大欢喜 特别是上次输了上币银子的 那三个父姓赌客 更是借着给高中的上清道贺的机会 把欠的二十倍洗钱如数奉还 功夫不负有心人 左支县为了二虎村满汉两姓的和睦 费尽了心血 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了回报 冷冻多年的满汉两姓关系 终于像春风拂过的鸭绿江水一样 渐渐复苏了 然而左支县不知道 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悄然临头了 光绪二十九年是个多事之秋 就在这一年 日本和沙俄为了侵占大清国东北和高里国 矛盾不断升级 双方都紧锣密鼓的秘密调兵潜将 一场大战破眉睫 深秋的一天 县衙里来了一位趾高气扬的不速之客 左支县一看 原来是孤龙城里日本商号 三目丸诸事会社的总经理三目泽田 由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 高里国和辽东大部都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本人大批的涌入 孤龙城里也为数不少 这个三目泽田名义上是商人 实际上是日本间谍机关的老牌特务 而左支县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日本人 平时与他们近而远之 这回见三目泽田来了 左支县不冷不热地问他有何贵干 三目泽田很牛气地掏出一万两的银票 对左支县说 孤龙城关库里的所有存粮 他都要买下来 左支县又好气又好笑 且不说你一个小小商号 困积这么多粮食干什么 我堂堂天朝大国的关库存粮 怎么能卖给外国人 左支县说 三目先生 左某可没有这么大的权利 三目泽田傲慢地一笑 又拿出一封信来递给左支县 左支县一看 竟是直立总督 见军机大臣袁世凯的亲笔信 信中让左支县 对三目泽田够粮权利提供方便 左支县心里不禁怒火中烧 想不到堂堂当朝大员 竟成了日本人的狗腿子 左支县心里痛骂了一声 汉奸卖国贼 面上不卑不亢 把信还给三目泽田说 虽然有上官的书信 但官梁思脉绝非儿戏 事关朝廷法度 左某断然不敢善绝 带左某奏明朝廷 再给三目先生一个答复吧 来人哪 送客 三目泽田没想到 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只得心里安骂着巴嘎 兴兴地走了 三目离开没多久 带师爷又来禀报 从几百里外的吕顺口 来了个叫谢尔盖的俄国人 自称是吕顺口沙皇远东舰队的特使 有机是要立即求见支县大人 谢尔盖一进来 左支县就觉得奇怪 只见这谢尔盖化妆成神父模样 还用围巾包着头 一种神色诡秘小心而紧张的样子 左支县想 堂堂沙皇特使怎么还鬼鬼祟祟的 谢尔盖不带落座 就问左支县有没有日本人来过 左支县心里一动 面上不动声色地说 没有 不知特使先生前来有何贵干 谢尔盖说他是来买粮的 听说孤隆城里官库存粮甚多 他要悉数收购 左支县心里安安吃惊 又是一个买粮的 他们要干什么 左支县又把回答三木则田的那套搬了出来 说自己无权放卖官粮 谢尔盖说 他来购粮可是奉了远东舰队司令的命令 左大人可要知道 舰队司令和贵国的吏部大臣嘎沈李先生 关系可是非比寻常啊 左支县说 既然这样 那又请司令阁下带着嘎大人亲自来购粮好了 左某还有公务在身 树不奉陪了 左支县挥手让带师爷送客 左支县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日俄双方同时都来购买这大批的粮食呢 这位后恐怕隐藏着什么大阴谋 他立即派带师爷带人 四处去打探日本和俄国人进来的动静 同时想 三木则田和谢尔盖都在自己这里碰了钉子 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定会再来纠缠自己 此后一连过了三天 三木则田和谢尔盖都没再露面 一切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左支县纳闷 这样鬼子到底搞的什么鬼花呀 就在这时候 上师千和副行政又派人送来了请见 说是上次程支县老爷请客赴宴之后 还一直没来得及答谢 这次两家要和宴回请 请大人一定赏光 左支县一想 近来忙于公务 已经有些日子 没和尚赴两位走动来往了 便欣然应允 依旧在锦江山第一楼 依旧是左支县坐主位 上师千和副行正在两侧坐陪 可今天左支县一坐下 就感觉气氛不对 只见上副二位都紧紧地板着脸 面色凝重 而上副两姓的精壮子弟 则失利在庄主和头人身后 每个人的眉宇间都隐隐含着杀气 左支县案子惊疑 难道两家又发生什么不快了吗 上师千和副行正都向左支县行过了礼 上师千道 大人 今天我和副师兄专门请您吃霸王餐 霸王餐 左支县一愣 副行正仍旧沉着脸 点了点头说 对 我们今天只吃霸王过江 端上来 随着上师千一声喊 电火机把一盘霸王过江端了上来 上师千说 这第一道菜我先来请 左大人 副师兄 请 三个人一起动筷子 不一会儿一条鱼已被吃光了一面 副行正主动伸出了筷子 说 吃完一面了 翻过来再吃那一面 上师千却说 不 副师兄 不能翻 左支县愣了 他们怎么反过来了 上师千说 副师兄 真的不要翻了 我不能坏了你们排帮的帮规 副行正真诚的说 上师兄 我代表排帮弟兄 谢谢您的诚意了 可这鱼还是要翻的 你家大少爷上清科举高中 为你们上性门眉争了光 翻了身 副某打心眼而里 为你们高兴啊 上师千忽然老泪纵横 左大人 副师兄 清儿 他已经不在了 左支县 获地站起 上庄主 怎么回事 上清高中之后 被官府委派到同文馆任职 同文馆是当时朝廷从事外交活动的机构 由于上清有一口过硬的鹅鱼底子 不久他又又被委认为 助额公使杨如大人的首席翻译 在杨如率公使团 与沙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中 上清协助杨如与沙俄俱力力争 寸土不让 最终没有在 割让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使沙俄吞并东北的企图落空 沙俄方面怀恨在心 在公使团归国的途中 就派人暗杀杨如 上清为保护杨大人 不幸遇难 左支县得知原委 无言半上 把满满一杯酒举过梅俄 又倾洒在地上 说上庄主令公子为国捐躯 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却听傅航正又高叫一声 端上来 电火机转眼又把第二盘霸王过江端了上来 傅行政说 这第二道菜 我请左大人上士兄 请 鱼又被吃完了一面 上士千主动伸筷子压住鱼身 傅士兄 这道鱼就更不能翻了 傅行政说 不 翻吧 翻吧 上士千说 傅士兄 眼下正是放牌最紧张繁忙之时 你还要翻 对酒牌市值大不吉利啊 傅行政的筷子趴得落在地上 声音颤抖 可酒牌他已经翻了 左支县这才发现 失利的两姓子弟中 不但没有上清 而且还少了傅酒牌 他经问 傅帮主 酒牌怎么了 前些天 牌帮借了一单大火 一个自称是高黎客商的人 许以重金让傅酒牌 把九十架木牌 飘到下游的一个无名小村去 傅酒牌放过几牌之后 越琢磨越不对劲 而 一个高黎商人往一个荒野小村 愿那么多木头干什么 傅酒牌实地一考证才知道 原来高黎客商是个日本人 他们运木头 是想在小村搭建一座兵营 准备打仗用 傅酒牌火了 日本鬼子又要在自己的国土上 燃烧战火 肆意胡为 在随后的放牌作业中 傅酒牌挺立在一块险恶礁石上 把一架又一架木牌引向礁石 壮得粉碎 江边监工的日本人火了 拔枪射向傅酒牌 身中树弹的傅酒牌 终于被最后一架翻过来的木牌 打落江中 傅酒牌的徒弟们红眼了 貌似抡起钢叉 把日本监工戳成了筛子眼 统统送到江里为了霸王鱼 傅行正痛叫了一声 酒牌 我的儿啊 抹了把泪水对左支县道 左大人 我听说您是个回族人 可您是否知道 酒牌本不是我的亲儿 而且他原本也不是个满族人 他本是你们回家的子弟啊 左支县追问道 那他怎么成了您的义子呢 傅行正说 十年前甲午陆战 日本鬼子兵犯平壤 国军主帅左宝贵大人 帅部与日寇血战 壮烈牺牲 酒牌当时是左大帅的一个亲兵 才十八岁 也姓左 是大帅家乡的亲祖子弟 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人快不行了 我那会儿正好有事去平壤 揪揪下了他 把他带回二虎村 收了他做义子 左支县只觉眼前阵阵发黑 守称桌案遥遥欲倒 上副二位慌忙扶住 惊呼 左大人 左大人 您怎么了 左支县叫道 二位有所不知 下官正是左宝贵大帅的族职 那副酒牌 应是我的本家血亲啊 悲愤良久 三个人眼里的泪光 都变成了无法遏制的怒火 上市千和副行政 几乎同时拍案大吼 把鬼子带上来 上副两姓子弟 当场带上两个五花大绑的人来 左支县定睛一看 正是三目则田和谢尔盖 左支县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们各自照了一面就没影了 原来被上副两位抓了起来 左支县指着他们问道 上庄主 副帮主 这是怎么回事 歇尔盖不住地用生硬的中国话抗议 三目则田也吉里哗啦嚷着些日本话 上副二人贺令他们闭嘴 然后一一禀来 原来俄国人和日本人也知道二虎村在孤龙城地区的地位 更清楚上副两姓在当地民众中的分量 都想在开战前把他们争取过来 所以三目则田和谢尔盖不但主动和左支县打交道 还在拜访过左支县后 不约而同地流窜到了二虎村 三目则田跑到了汉庄 对上青不幸被沙俄暗害 表示痛心和义愤 并表示日本方面 愿为上大公子向沙俄讨还血债 日本帝国会保证上市家族 时时代代都吃翻身的鱼 歇尔盖跑到了满屯 表示沙皇舰队 一定会把日本鬼子所有的兵营都轰平 威赴酒牌一时报仇 沙皇会保证排帮子弟 永远都吃永不翻身的鱼 上世千和傅行政听了他们的话火冒三丈 当即把他们扣了下来 左支县指着三目则田和谢尔盖严厉的赤问道 你们收买那么多粮食到底干什么 从时讲来 上世千和傅行政说 大人 我们早已审问明白 他们是在为各自的军队收购军粮 他们要在我们的国土上开战 大人 怎么处置这两个奸细 请您定夺 上父两姓子弟怒吼 挖他们的心 为大少报仇 为九哥血恨 上兰和尚必已经手持尖刀逼上前来 三目则田和谢尔盖下的摊在地上 面如土色 左支县道 且慢 这两条狗杀了他们只会污了我们的刀 不如让他们回去给他们的主子带个口信 上世千和傅行政说 大人明断 我们正是这个意思 上世千向上兰使了个眼色 上兰刷刷几刀割断了三目则田和谢尔盖的榜声 傅行政讥讽地说 用不着下成那样 我们不但不杀你们还请你们尝一道滋味鲜美的名菜 上世千说尝了之后你们就会明白 我们上父两姓不目以示过去 你们休想再挑玻璃剑制造事端 上世千和傅行政同时响亮的招呼一声 电火机把第三道霸王果将端了上来 只见这道菜和前两道截然不同 雕金大盘里有两条霸王鱼 这两条鱼都没有平躺着 盘里铺着一层厚厚的山药泥 两条鱼就在山药泥中并排立着 傅行政说 这就是二虎村所有村民为你们准备的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 这山药泥就代表着我们的黑土地 我们的鱼既不会翻 也不会不翻 对你们 它永远都立着 上世千又向上蓝使个眼色 上蓝上前又是刷刷几刀 鱼肉片片削落 瞬间两只中字的脊梁骨架昂立出来 上世千道 看见了吗 这道菜的名字就叫 大清国人的脊梁 在黑土地上挺起来 好 好一个挺起来 左支县鸡案叫道 你们这两个沙鹅和日本的奸细听着 我孤龙城和二虎村的所有人等 无论哪个姓氏 哪个民族 只要你们胆敢来犯 人人皆持谢痛杀 上父两姓子弟群情激愤 吼声如潮 三目则田和谢尔盖 在声朝中抱头鼠窜 不久 日俄战争全面爆发 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 静厚言无耻地宣布中立 左支县文之朝廷立场 不禁对待师叶仰天 常叹道 外人跑到咱家屋里来打架 门也给咱踹了窗 也给咱砸了 桌也给咱掀了 掀了锅也给咱拔了 咱却在一边中立 这得让列强 把咱耻笑到什么程度啊 带师叶也摇头苦笑连连 两国鬼子在很多地方 都展开了战争 唯独对小小的孤龙城二虎村 他们却尽若寒蝉 不敢善悦雷池一步 只有一次 日俄两军在鸭绿江边的 一次战斗中两败俱伤 溃兵窜进孤龙地界 左支县亲率官兵与上父两姓民兵 迎头痛击 锦上蓝上臂兄弟 就首任敌军数十名 无论高鼻子蓝眼睛的 还是上嘴唇留着一撮撮小胡子的 一律格杀勿论 日俄两国公使 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清政府下得急忙 撤了左支县的职 强令他回京听后责办 左支县临行前 搬出令城中 军械营高手将人打致的 一条五谷钢叉和一条混铁点钢枪 亲手颁给负行政和尚使签 兵主两姓子弟永远挺起几辆 守土为国 时光荏苒 岁月苍苍 转眼百余年过去了 二虎村人引以为豪的一插一枪 仍在村里的宗姓祠堂里 供奉着 孤龙二虎三族式的传说 仍在后人的口中九胜不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感谢观看